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繼早前美國媒體霍氏新聞 指控病毒的來源是來自武漢實驗室以後 去到昨天 又有另一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作出同樣的指控 這一位就是來自法國的病毒學專家 蒙塔尼耶教授 他就說病毒是被人為操縱的 來自蝙蝠 被加入了幾段愛知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 這個病毒不是自然的 而是專業工作的結果 是分子生物學家製造出來的 是一個特別精細的工作 蒙塔尼耶教授還說到 他只是想陳述事實 並不知道誰是操縱這個病毒 有什麼目的 而他也不想指控任何人 可能是有人 想做這個抗愛知病的疫苗 將幾個愛知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 就加入到這個病毒的長段基因序列裡頭 蒙塔尼耶教授這個說法 就算在法國國內 也有人駁斥他 這個就是來自 巴士德研究院的 Hopson教授 他就說 根據目前已知的研究結果 作出推論 所有的訊息都顯示 這個是自然的病毒 只不過他就猛烈的評擊 這個 石正麗研究團隊 石正麗就是在 P4實驗室工作的位 他就說到 這個石正麗研究團隊 竟然間 給病毒增加新的功能 使他能夠直接感染人體的細胞 或者使病毒能夠直接通過空氣傳染 Hopson教授強烈評擊這個石正麗研究團隊 說他們所做的研究是完全瘋狂 使人類冒著不必要的風險 而且這類型的研究就沒有任何價值 所以Hopson教授 在最初的階段就已經是極力反對 到底這個病毒的源頭是來自哪裡 而這個病毒到底是自然而然 還是經過人工的修剪 早前霍士新聞就說 這個病毒是自然的 只不過在這個武漢實驗室當中洩漏了出來 重說紛紜底下 到底國際社會是不是應該 要向中國查根問題 美國英國和澳洲的政府已經先後表態 說要就住病毒來源 以及中國政府有沒有隱瞞真相作出調查 到底法國政府又怎麼看呢 法國總統辦公室的發言人就說 他們希望清楚地指出 直至到今天 都是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證明得到美國報界近日流傳 說病毒來源源源於 武漢實驗室的說法 真是好笑 你沒有證據證明 到底是不是需要作出調查呢 你不查 當然沒有證據 至於在中國有沒有隱瞞真相方面 美聯社日前作出了一篇報導 根據他們取得的一份內部文件披露 原來在1月14日 中國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衛 曾經跟一些省級的衛生官員 進行過秘密的電話會議 評估各地的疫情 根據會議的備忘錄 馬曉衛主任向各省級的衛生官員 傳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 總理李克強和副總理孫春蘭 關於控制疫情的指示 但是一直到1月20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才公開向國際事件 足足拖延六日有多 根據美聯社的說法 若然提前六日採取行動 個案數字將會少得多 而且醫療設施也會夠用 或者可以避免得到 武漢的醫療系統崩潰 而且有理由相信 如果提前一個星期 警告社會大眾要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實施出入境限制等措施 個案數字可以比現在 減少三分之二有多 到底國際社會 是否需要就著這些議題 要向中國調查清楚 而中國政府一直堅持 自己是清白的 沒有隱瞞過真相 既然是這樣 就很應該積極配合國際社會的調查 還你中國政府一個清白才是 是不是 沒理由現在好像繼續遮遮掩掩 不知道搞什麼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原來《紐約時報》昨天踢爆了 英國政府竟然間做了大水魚 斥資至少2000萬美元 向中國廠家購買了200萬套 據稱可以檢測病毒抗體的檢測試劑盒 但是後來發現 這批貨品完全沒有作用 到底為什麼英國政府 急於上當做這條大水魚 原來英國目前 每日進行的病毒檢測次數 仍然不到兩萬次 但是英國的官員曾經承諾 在4月中旬以前 每日的檢測次數 要達到25000次 為了達標 他們就向中國廠商 賣手 由於英國缺乏大型私營檢測公司 所以他們就要被迫 向外來採購這些試劑 好了 至於提供這些 抗體檢測試劑的兩家中國公司 他們都說 他們的產品是符合 歐盟設定的健康安全 和環保標準 在英國的公共衛生官員 審查完文件上的訊息 以及在英國的外交部 確保得到這兩家公司是真實存在以後 他們就馬上達成了這宗交易 而且這兩家的中國廠商 都表示拒絕議價 當交易協議簽署後幾天 倫敦的衛生官員 慶高采烈地承諾 新的檢測手段 將會使得英國 在國際的抗疫行動當中 成為先行者 好 後來發現這些試劑盒 完全達不到他們想要的效果 因為根本上誤差率是極高的 於是這兩家中國廠商就說 他們的產品只是作為一種補充手段 他們是專門設計給那些曾經 在病毒檢測當中呈陽性的患者 而且這些檢測試劑盒 是指供專業人士來使用 而不是讓患者在家中使用 後來世衛組織就說 這些快速抗體檢測 對患者的效用有限 並且跟醫生說 這些檢測被證明準確有效之前 並不適合任何的臨床目的 即是英國完全是上當 做了這條大水魚 這個代價當然是非常沉重 2000萬美元 但是英國的衛生官員 也是不值得的 當你買入這麼大規模的數量 試劑盒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拿樣板回英國 試試有沒有效 因為歐洲已經有多國中伏 一買就大量購買 但是買完回去就確認到 根本上沒有效 包括連口罩 荷蘭買過都說不合格 後來中國的廠商當然有東西賴 因為有錯當然是別人錯 不是自己錯 就說那些外國人根本沒有看到說明書來用 諸如此類 好了 這次你又去買試劑盒 但是早已有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前居之鑑 仍然是這麼不聰明 而且一買還買這麼大批次 你不想當就有鬼吧 最後想說一下 美國總統特朗普 昨天又向世衛發炮 他在Twitter上對世衛組織 提出了兩條疑問 他就說 為什麼世衛組織會忽視台灣方面的衛生官員 在去年12月底給你們的警示 當時他們已經說過 是有可能出現人傳人的情況 為什麼你世衛組織做出幾個關於病毒的描述 不是不正確就是具有誤導性 當然世衛組織就沒有回應過特朗普總統這些質疑 他們就挑人來欺 香港電台對他們的助理總幹事 崖旭德進行視像會議的訪問 他們就隔人地說別人剪接過 但是美國總統這些 唐而王之的質問 他們當然就是 迴避 怎麼會回應呢 因為根本就回應不了 只不過目前在七國集團G7當中 只有美國總統特朗普 對於世衛組織採取強硬態度 因為在星期四的時候 G7就召開了視像峰會 其他六個國家的領袖 竟然全部都是支持世衛組織 你說是不是好笑 包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 和加拿大連同歐盟的領袖 他們就進行了視像會議為時一個小時 他們的與會領袖就說 是支持徹底檢討和改革 欠透明度兼控疫失當的世衛組織 只不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強調 唯有國際強而有力協調一致的應對 才能擊敗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故此他是完全支持世衛組織 至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說 世衛組織是合作和協調的重要部分 維持合作才能共渡難關 大家看到 其他國家對於世衛組織的態度 還是非常軟弱 還說要力撐世衛組織 實情合作也要基於雙方有互信基礎 如果其中一方擺明 是為某一些國家利益而服務 擺明是協助某一些國家去隱瞞真相 找你們笨 還有什麼合作的空間 我真的不明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